嗨,大家 今天是周末,预约了根京美术馆 疫情的原因,美术馆、博物馆都需要提前预约 美术馆位于南青山,靠近表参道 创建于二战前的私人美术馆,创始人根京嘉一郎 这是我今天的穿搭 这件黑色的大衣已经穿了好多年了 怎么样 下面留言告诉我吧 表参道地铁口出来右转 街道两旁,时尚精品店,高级餐厅,比比结市 非常推荐大家来这一带约会 路的尽头,对面就是美术馆 这里就是根京美术馆 国宝7件,重要文物87件 重要美术作品94件 入口的左侧是一个日式的小景观 这是通往美术馆的长廊 大家都提前到了,不能进去 只好到外面去等 青山这一带是富人区 短短的十几分钟,豪车云集 都说日本现在是低欲望社会 也要看针对谁 终于可以进去了 这是 美术馆最大的特点 有一个超大的日式庭院 虽然已经入冬 没想到满园的红叶 这是咖啡馆的后门 看完庭院再去喝杯咖啡 这是其中的一间茶室 漫步其中 心情也整个沉浸下来 这也是一间茶室 有四间茶室分布在庭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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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面穿着和服的女孩和她的同伴 漫步在庭院中 从庭院看到的美术馆 在庭院中 在庭院中 能够感受到淡淡的茶室 因为时间的原因 咖啡馆已经不接待客人了 只好下次哦 顺路去了银座附近的面屋 被强烈推荐的最像国内的面条 除了放了好多的辣椒外 根本还是日本的面条 我开吃了 您坐大街的夜晚 从喧嚣变得安静 下次见